大家好,欢迎收看学堂百科 根据全球寿命追踪组织Long Give Christ的报告 一位114岁的休斯顿妇女伊丽莎白·弗朗西斯成为美国最长寿的人 然而她并不是家族中唯一的长寿者 在2023年8月的一次采访中 弗朗西斯表示她的长寿并没有什么秘诀 而是来自一个好心态 弗朗西斯的外孙女埃斯尔·哈里森介绍说 弗朗西斯与她94岁的女儿多勒西·威廉斯住在一栋私人住宅里 每天都有护理人员来到家中照料 哈里森表示这真是太棒了 他们非常感激弗朗西斯和她的女儿 也是她唯一的孩子还健在 弗朗西斯的家族不乏寿星 她并非家族中唯一的长寿者 她的父亲在99岁去世 她的一个姐妹活到了106岁 据Langivquist说 这对姐妹是世界历史上年龄加起来最大的一对姐妹 尽管现年114岁的弗朗西斯有一些记忆问题只能躺在床上 但是她头脑清醒 认得家人 她表示她尽力为每个人做最好的事 爱每个人 弗朗西斯出生于1909年7月23号 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 西班牙大流感和新冠疫情 1920年母亲去世后 她和五个兄弟姐妹被送到不同的家庭 最终她来到休斯敦由姨妈抚养长大 1999年 弗朗西斯搬到了女儿威廉斯家住下 除了照顾她的外孙女哈里森 弗朗西斯还有两个孙辈 五个增孙辈和四个增增孙辈 哈里森透露 弗朗西斯的长寿部分 归功于她的一些健康习惯 包括建立社交关系 吃新鲜的自制食物 以及拥有信仰 哈里森说 弗朗西斯试图做些事情来保健 她的生活基本上很简单 她不出去参加派对之类的事情 她更像是宅女会去教堂 按照哈里森的说法 弗朗西斯从不抽烟或喝酒 她经常步行 直到90岁出头 Long Give Kids的执行长 本麦耶斯指出 伊丽莎白·弗朗西斯 因其长寿和生活方式 而受到全世界的敬佩 她是所有人的榜样 和弗朗西斯 发生 ifc